出生以後呢 發生什麼事呢 現行七步 光明顯耀 普照十方 無量佛土 六種震動 那麼 佛陀出世以後啊 出現 三個很特殊的情況 走了七步 走了七步呢 第一個 出現 強烈的光明 聽說在周朝的時候啊 那些太史啊 他有看到 在印度這個地方有出現一個很大的光明 在歷史上有記載 那麼這個 我們合理的推論啊 應該就是佛陀出現的時候 光明顯耀 普照十方那個光明 佛陀的身體啊 出現強烈的光明 第二個呢 無量佛土 六種震動 這個世界啊 這六種震動 他的本意是六個方向 東 西 南 北 中間 還有邊緣 那麼他表法呢 表示六根的震動 延長的鼻舌生意 即將改變 所以產生震動 那麼這段是說明 釋迦牟尼佛出現以後出現的 三種類像 現行七步 那麼光明普照 那麼六種震動 三種類像 那麼出現三種類像以後呢 所以佛陀就說話了 佛陀為自己做意願 說我 我為什麼出生呢 佛陀是有目的的 我當一世為無上尊 四方奉事 天人歸陽 他說 我來到人世間啊 我要陪一切眾生流轉 那麼 最重要是 我要在這個地方 視現成佛 來宣揚佛法 來教化眾生 那麼 講完以後呢 所以 勢敵凡音跟大凡天王啊 就侍奉在佛陀的旁邊 諸天產生歸陽 我們凡夫的肉眼 什麼也看不到 對不對 但是天人不一樣啊 諸位啊 天人是有天眼通的 在經典上說啊 天眼看到佛陀出世啊 他不一定知道他會佛陀 他是一個佛陀 但是天人會很清楚的知道這個人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會知道這個人是大功德的 天人會知道這個人是大功德的 但他當然不知道這是佛陀了 所以他看到這種大功德的人出現啊 諸天啊 諸位要知道 諸天跟我們凡夫最大的差別 你不是修善就能夠升天的 不是這個意思呢 我們到了六波隆會說 修善 可以保住你做人 你要升天要有德橫的 你要有一點羞恥 諸天一個很重要的德橫 他隨其讚嘆 諸天不太會嫉妒別人 你比我好 他就尊重你 所以你如果只有修善 你沒有德橫 你上不了天的 你連異界天都上不去了 所以天人看到佛陀出世啊 他們很自動的 就 供奉在這個 其實這個人是個大功德的境界啊 所以就供奉在這個 世大太子這個一個小嬰孩的旁邊啊 在旁邊候著 那麼諸天啊 對內心對他產生很多的歸意 當然這個地方就是說啊 我們看很多的偉人出世的都有瑞相 何況是佛陀呢 因為佛陀為什麼會光明普照 為什麼六種震動呢 因為佛陀的出世 表示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世間的光明即將打開 眾生的生命即將改變 我講實在話 如果沒有佛陀出世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東西南北 你就是一天過一天唄 該幹啥幹啥唄 如果沒有佛陀的出世 沒有佛就沒有法嘛 沒有法就沒有人出家嘛 來住職政法就沒有生保嘛 那麼這個就是黑暗世界嘛 每一個人就完全根治自己的感覺嘛 各憑本事嘛 看誰福報大嘛 就在說佛世界裡面 就是這樣 一天過一天 所以 佛陀的出世 表示了 法寶的啟動 所以普照 在十方世界 普照十方 光明普照十方 表示 這個世界上即將出現光明 第二個 眾生學習這個智慧 生命即將改變 六根 焉了鼻舌生意 開始要改造了 我們不再跟著我們感覺走了 我們開始學習 內觀 改造自己的 思考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一個銳像 有這個錶法的意思 跟著我們學習 進來 �子 谢谢观看